赛车博主发文炮轰王一博 很批他力气大忍设 连代言都要吐槽 人红是非多 就像在说唱圈 逮了冠军或者成功出圈的说唱歌手 都会被别人Dace将云生 Dace了中国有嘻哈的冠军盖 王浩轩Dace成团出道的刘章 结果歌词中提到了刘章 根本没有参加过的节目 惹得对方发言反击 也是好不尴尬 Dace这种行为文化不仅出现在说唱圈 有相似特征的圈子 也会出现这样的骚操作 王一博最早是一名赛车手 这是很多人最近刚刚知道的 大多数人只是知道 王一博的爱好是玩摩托车 最近的一年当中 王一博几乎没有出现在摩托车赛场上 其中的原因不得不提 去年10月王一博的一场摔车事件了 当时王一博在与一名赛车手同行时摔车 此事掀起了一场 王一博粉丝和对方选手的骂战 没想到最近又因此事掀起了事端 一与赛车圈的恩怨 去年的时候 最终裁决结果是对方只是失误 不必为此接受惩罚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粉丝们在了解了赛车圈的规则后 也就此作罢 没有再追究 只是王一博与赛车圈的关系依旧很敏感 这一次与王一博起冲突的并不是去年那位赛车手 而是一位赛车博主 事情的开端 是王一博公开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手绘摩托图 著名赛车博主马克康 看到王一博又一次提及摩托车 因为之前的芥蒂 便开启了吐槽模式化的跟面包车一样 喊话王一博别再立摩托人设了 随后 马克康依旧不依不饶 先是发了一段微博 暗指王一博没有花时间花精力 却想着跨圈收人气和坐享其成利益 又在当天深夜指出王一博再次拿摩托车做人设 马克康还透露 王一博有意重返赛车场 王一博发图的原因是原本在6月的摩托车比赛意外停止 王一博这时要来一波和摩托有关的热搜利人设 他还推测王一博放要借着纪录片上线来营销一波 二 狠批王一博 说来也巧 近日王一博的个人纪录片 《我的时代和我二》的预告片中 恰好展示了他自己在街舞 表演 摩托 滑板等各方面的表现 这时马克康立刻发长文对王一博进行了攻击 马克康不仅提到了去年的摔车事件 还称其出名后人都飘了 并从滑板 抬球 街舞 著名演员 歌手 主持人 代言人 文化方面 粉丝团等各个方面进行总结 称其在这些方面都立了人设 其中只有在赛车方面马克康提出的评价还算客观 比如指出了去年王一博的比赛用车马力要比其他选手的大 但在跑道上比赛时却只比别人慢四秒 除此之外 大部分对其在立人设的论断均为主观感受 或者无从查证 马克康自身也没有拿出证据 比如在滑板 抬球人设上 马克康说王一博只会做几个动作 要么是摆拍要么是找替身 在这一方面 马克康大概是针对王一博在视频中的表现所说的 不过 对于拍纪录片来说是否未摆拍等行为 马克康未在现场没有亲眼所见 一味的猜测相当于诽谤 如果有确切的相关证据也需要上传与大家分享 还有一点 纪录片的拍摄即使在生活化 为了成片效果摆拍也无可耗菲 对于街舞和歌手人设 称其水平不高 很多人都比王一博要更强 这分明不像一个红V讲出来的话 只是一味的分享偏见和个人感受而已 关于影帝 这个人设怕是粉丝们都没听过 三 不同圈子 别乱评价 去年在摩托车赛上 粉丝们对于当时为何对方选手要来别王一博的车 是否故意王一博摔倒时对方并未将他扶起 是否不当当时王一博摔车时观众集体欢呼 是否为嘲笑等问题发出了质疑 甚至在没有搞清楚相关赛场规则时 贸然去对对方声讨 指责 后来经过圈内人士的普及 粉丝们才知道 在摩托车比赛上 摔车很正常 这本就是一项搏命的运动 有选手摔倒需要其他相关工作人员来处理选手 本身不会上手 摔车本为赛车场上的精彩点 观众欢呼尚能理解 只是不乏对于偶像来参加摩托车比赛的歧视 上述这些在粉丝清除圈内规则后 也不再追问 并表示更想快速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可以理解摩托车圈的人比较讲究追求极致和专事专作 但在娱乐圈对于偶像的要求却不是这样的 偶像必备的条件是 他是一个丰富的人格 具有一定的公众引导作用 关于马克康 作为一个平台博主 即使是赛车圈而非娱乐圈人士 将丽人设的论断说得如此含糊 也是有失专业水准 不仅没有论剧论断还利用大篇幅阐述个人感受 充其量算是一个黑粉的吐槽 对于丽人设的定义 马克康可能和偶像圈也有必的存在 丽人设是在说明星哪一点做得好或者独有的特点 只是兴趣和爱好算不上人设 关小彤的学霸人设算是人设 因为有明确的对外宣称此类的名号 王一博既没有说自己是滑板王子 也没有说自己是影帝 没有上升高度算不上人设 把歌手当做人设来批判就更奇怪了 大多数明星都身兼多职 一个职业也要被叫做人设吗 我们可以理解摩托车圈的人比较讲究追求极致和专事专做 但在娱乐圈对于偶像的要求却不是这样的 偶像必备的条件是 他是一个丰富的人格 具有一定的公众引导作用 他所热爱的一切即使是在尝试阶段 都可以允许被展示出来 并不是说一定要参赛或奖 才能贴上这样的名号 这一点认识上 车圈和偶像圈同样有弊 不能理解 尊重就好 总结 近日 王一博遭到一位赛车博主的炮轰 这位博主洋洋洒洒写了近千字的长文 狠批了王一博的七大忍设 从摩托到王一博的代言 几乎可以用一无是处来形容 细细读来发现 其言辞中存在大量主观感受和判断 指其摆拍等问题 却并未有相关证据论证 优质偶像的作用 更多的是在于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 王一博在很多方面 可能能力上还有所欠缺 不过他所做出的成绩 受到了粉丝们的认可 而且王一博在不同领域内获得的成绩 也可以用奖项来证明 无需他人来判断 在百科上 王一博有最佳新人演员奖 最佳编舞奖 偶像新势力奖等等被认可的证明 在个人信息里介绍得很清晰 作为一个红V在评价时 还是应该多查阅些资料 拿出更多的专业态度 帮助